而且這個好像是越來越多,不會越少吧 那為什麼?就是因為 吃太多不應該吃的進去 吃的進去出不來嘛 所以你說 健康方面APP重不重要 其實很重要,你可以幫忙收集一些 健康資訊的APP 對不對 很難嗎?網路收集一大堆啦 只是說你有沒有辦法把它做篩選 把它做分類 很方便的,重點告訴人家就好了 比如說人家去買東西 你告訴他什麼東西 哪一些 訊息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Google嘛,有時候Google半天還不見得到 那個APP一下來全部都有了,那不是很好嗎? 而且你可能也是這方面 不一定專家 但是你可能花的 時間比人家多,多了解一些東西 因為這樣感覺蠻好的 就像最近我會買一個字面包機嘛 對不對,因為之前實在太貴了下不了手 我發現現在一下子 哇好便宜喔,我想說買來玩玩看 真的還蠻有趣的 而且原來字面包這麼簡單 那校本要買對 校本要買對 對啊,我買比較好的 我買什麼 我網路上看到說要買 法國的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就把它隨便 就是買一個看起來 應該不是那種便宜貨啦 然後 吃起來真的感覺還蠻好的 但是算起來當然可能初期製作成本稍微 高一點 可能會越來越便宜 因為 剛開始都買散裝的嘛 我看好像那個大包10公斤的 那便宜很多 一大包好像10公斤才 400塊吧 所以這樣子 然後 酵母 酵母可能我網路上買 我還沒找到最便宜的 我可能再看看有沒有更便宜的 那我剛開始都是用鮮奶啊 用雞蛋啊 用那個 光算一下 不划算 食材就 比外面買回來還貴嘛 所以我想說 因為我都花這麼多的食材費用 那外面怎麼賺得到錢 對不對 所以可能他就是在 材料上面 用的是應該是比較劣質的 所以你說沙拉油他可能會用好沙拉油 不可能啊 他可能 給你用個 哪個最便宜就用哪個最 對不對 所以吃久了為什麼會 出毛病 所以 還是要特別注意 那這些訊息其實就是說 App 主要不是要你們 一定要 做得多麼的 視覺上不一定很漂亮 但是重點就是說 你要把人家螢幕了然 簡單清楚 那我們這個方式製作出來的App 其實也夠清楚 你要不要按鈕夠大了 顏色雖然只有 A B C D E F 六種顏色